第1127集 交易什么 既然梁洪梅不想多介绍 林康宁也没有八卦到打听得那么仔细 看着这位木头人一样的家伙坐在梁洪梅身边 但是这人的眼神却是林康宁见过的最犀利的人 林康宁扭头看向蒋玉然 看到她也是这种表情 没有人知道梁洪梅是从哪招来的这个所谓的助理 但是梁洪梅已经离异了 虽有个男助理掩人耳目做情夫也无可厚非 但是梁洪梅对这个助理却出奇的宠爱 几乎是有求必应 更为让人意外的是 无论梁洪梅走到哪儿都必然带着这个人 这个人对外的名称叫赵元朗 但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 没人知道 可是如果墨小鱼或者完颜柔家听到这个名字 一定会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因为这个名字是完颜柔家嘴里 墨小鱼的前世的名字 而这个自称赵元朗的人 正是李源日 李源日为什么会和一个房地产女老板缴在一起 又和这个女老板是什么关系 没有人知道 一大早夜晚的香港是个不夜城 但是因为自己的事 让邱天刚四个人在日本被抓 这让墨小鱼很过意不去 同时也让墨小鱼意识到 石田阳平实力确实很强大 但是该有的客气话还是要有的 这不吗 墨小鱼亲自上门去见邱天刚表示谢意 但是那四个人能不能回来 还是要靠自己和石田阳平去交涉 墨小鱼一上门 邱天刚就知道他来干什么了 自己的人在日本失去联系已经四十八个小时了 他在想 这几个人可能和以前去刺杀秦雷的人一样 怕是凶多吉少了 所以邱天刚和墨小鱼一见面就岔开了话题说道 我已经接到林侯的电话了 他说这几天就能到香港 你又来说一次 邱爷 您明知道我来不是为了侯爷的事 也怪我 是我多事 连累了兄弟了 墨小鱼歉意的说道 邱天刚一愣 知道墨小鱼说的是啥事了 摇摇头说道 哎 混江湖吗 迟早都是要还的 早晚而已 你我都一样 别看现在火的滋润 但是说不定哪天哪 也会是这样的结局 你不用记在心上 这也是我的人不行啊 没办成事 墨小鱼摆摆手说道 我已经和日本人联系了 我可以替他们做一件事 但是那些人要给放回来 一根汉毛都不能少 邱天刚文言一愣说道 哎 你可不要糊涂啊 和日本人打交道 稍有不慎 那可能就是民族罪人 我们和他们的关系 那可是世仇 邱雅 我知道 我有分寸 那几个兄弟回来 我亲自为他们接封押京 真是难为他们了 不用 他们无能 没办成事 说实话 在你来之前 我都已经做好 要放弃他们的准备了 邱天刚苦笑道 哎 都是兄弟 怎么可能 不到万不得已 我宁可自己为难一些 也要把他们弄回来 墨小鱼说道 啊 你有心了 对了 菲律宾 我已经派人联系了 香港这边 可以去一部分人先经营着 不过 林侯到港之后 你可以和他商议一下 也派一些人去菲律宾 毕竟如果都是香港人的话 我怕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啊 行 那到时候我会找侯爷说这事 石田阳瓶已经到香港了 根据我的消息 石田阳瓶和史密斯 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墨小鱼说道 那好 我这边派人 到海外注册几家公司 到时候去菲律宾投资 在这之前呢 你一定要搞清楚 那些藏经地点到底在哪 否则 我们怎么才能把那些地点圈起来呢 而且这地方肯定都是处在不同的地方 用什么理由投资这些地方 也是有讲究的 秋天刚说道 是 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地点 我想无论是我们还是对方 肯定都很着急确定具体的位置 他在琢磨别人时 这别人呢 也在琢磨他 此刻的香格里拉酒店 整整一层都被石天阳瓶给包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楼梯口和电梯口都有人持枪把手 尤其是电梯 他们让酒店方面封死了这个楼层 要想到石天阳瓶所在的楼层 只能是从低一层楼层往上走 或者是高一层楼层走下来 步行到石天阳瓶所在的楼层 他是这么说的 石天阳瓶艰难的站起来 没有臂膀的支撑 想站起来都挺难的 宇天爱赶紧过去扶住他 直到他站稳为止 这才悄悄后退一步 不着痕迹 现在的石天阳瓶啊 那是喜怒无常 这主要是因为他身体的残缺 尤其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感觉到自己体能下降的很快 使他日益感觉到自己的末日 可能快要到了 本来呢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找到莫小瑜的软肋 给其致命一击 让其彻底的服从自己 但是还没等到自己实施这么个计划 莫小瑜居然联系鸿门的人 去接小野百合的父母 虽然那几个人的生命呢 不是那么重要 石天阳瓶也没有把握 莫小瑜会屈服 所以直到宇天爱回来汇报 他还是有些不信 他是这么说的 可能晚些时候会来这里见您 宇天爱说道 石天阳瓶光着脚在地毯上来回走动着 忽然停下问他 你说 他想要交易什么 还是小野百合的父母 这有什么意义吗 还是想把学业那个死老头给接回去 将死之人也没多大意义啊 他们都不知道莫小瑜到底想要交易什么 只能是等待着莫小瑜的到来 见了面就一切了然了 此时楼下电梯口传来消息 一个叫莫小瑜的人来拜访石田先生 宇天爱一乐 看向石田阳瓶 去吧 把他叫上来 这个混蛋骗了我 我恨不得宰了他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叫他来 看看他说什么事 石田阳瓶坐回了沙发上 差点没歪倒 宇天爱想去扶一下 但是看到石田阳瓶严厉的目光 还是缩回了双手 微微攻腰 然后出去 接莫小瑜了 辞 bored 之后 请互